高登環球聲音公司快篩世紀進口標案 引起各界質疑 那麼連帶他過去過往的歷史都被起底了 除了是先前被踢爆疑似是冒名合作 日本卡通公司詐騙廠商 也被挖出了 過去曾將中國製非醫藥醫療口罩 直接裝入台灣廠商外盒販售 而檢方甚至發現他疑似事後串陣 將人起訴 種種問題被攤在陽光底下 不過高登董事長劉偉澤 失口否認 招開記者會 國民黨立願黨團透明高登環球 聲音簡直黑道不行 竟然還差點過關 要幫政府採購一千七百萬份的快篩 試劑 質疑其他9家被衛福部找去的業者 背景恐怕也有疑慮 會這麼生氣就是因為國民黨提報高登負責人 劉偉澤疑似有黑歷史 質疑他冒名合作日本吉普利詐騙廠商三百多萬元 售錢金 但他本人表示一分錢都沒有納 而針對之前涉嫌拿中國生產的口罩 混沖台灣醫療及口罩的指控 也反駁絕無此事 而他另一間公司萬澤科技 連續一年未繳納勞工退休金 倒是承認的確公司營運不善 正努力慢慢償還 只是面對國民黨一連串的攻擊 還批評他是詐騙集團 劉偉澤也不忍了 強調不排除對國民黨 採取法律途徑 劉偉澤更對所有指控都逐一反駁 有以中國制混沖成台灣制是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確定沒有 中國制混沖台灣制這個是沒有 因為第一個我不是進口商 這個口罩都不是我進口 我只是跟人家買賣合約 韓岩絕對沒有賣黑心口罩 但其實檢方起訴認定 他明知講的口罩 是從中國生產的無醫療性能 去將這些口罩 裝入生意公司外盒 以及紙箱販售 衛生局電訪稽查時 還疑似說謊 被查出他事發找人串證 檢察官以詐欺罪嫌 起訴對照他時口否認的態度 未來這些黑歷史 恐怕還是要在法庭上給一個交代 藉綜合報導 明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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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